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有一個十度路口 規定不能回轉、不能向後轉 東西向可以左右轉 南北向只能右轉 不能左轉 那麼他說,只是在這個路口 共有幾種車流的方向 首先,由西向東的話有幾種呢? 他可以直走 他可以往這邊 往這邊是往左 也可以往右 有三種方向 由東往西的話也有三種方向 所以這樣總共就有3乘以2 有六種方向 這是東西向 東西向有六種車流方向 那南北向有幾種呢? 他的話 南北向不可以左轉 但是可以右轉 所以有南往北的話 直走 或者什麼呢? 或者右轉不能左轉 然後有北向南的話 往下 他只能什麼呢? 只能右轉 不能左轉 右的話是對方的右 所以兩種方向 所以兩種方向 2乘以2 有四種車流方向 加起來的話有幾種呢? 有十種車流方向 他說 這個一定可以直走的 他 規定不可以回轉 東西向可以左右轉 那他雖然說 他沒有講說可以直接過去 但是直接過去 是一個自然的選擇 他說不能回轉 是不能回轉 但是他沒有說不能直走 如果他又說不能直走的話 那這個的話 就要拿掉 這裡的話 我們曉得他的意思 他一定可以直走 四種路口的話一定可以直走 所以這直走要算進去 不然的話 你如果直走不算的話 就一 一嘛 二 三 四 那你就扣掉四個了 但是剩下六個了 直走是可以的 所以總共有十種呢 那個車流方向 答案應該是十種